收到追債電話 林鴻有一次又一次, 究竟為什麼? 可能跟個人資料外洩有關 因為這件事 我成為被騙的對象 要小心自己的資料 而且真的不要太相信電話 說你有欠錢 最近一連串的怪事發生在Coco身上 而他相關的反應 也可能令人百事不得其解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就要由他今年8月中 接到一個陌生男子的追債電話 開始說起了 一打電話來就說了我的條名 然後就說收到委託的公司 說你的數字是一萬五千八 差了很久 我有問他委託誰 他就聲稱簽了保密協議 要我還清完才會公開他的公司 他打電話來, 他在跟我說話 然後他就假裝旁邊有一條線 就聽那邊的電話 他就說, 你可以了, 你放心… 我找到他了, 停止… 然後再跟我說, 喂? 小姐, 幸好我打電話給你 不然我就上門了 我聽到的時候, 當然害怕了 因為他說要上門 可能自己的心也會歇一歇 我即時給了 這個電話的背後 實在有太多疑問了 第一, 只是一句說 你欠錢就要還錢? 第二, 騙徒的戶口 原來是不同的私人帳戶 其中一個更加有越南人的名字 但Coco也照樣付錢 只是希望對方罷休 誰知道好戲在後頭 他隨即再發一個WhatsApp的訊息過來 有一封公司信 最初是有我的個人資料、名字 身分證號碼、出生年月日 之後就說已經收拾了我的15,800 之後就加了一句 卻戶上獻, 13,000元 15,800就是利息 這個本金是13,000元 很想盡快知道那個公司 於是我就跟他說 我要分兩期 入園後, 他的電話就鎖了 就無法打電話 騙徒看你毫無反抗 還乖乖交錢 所以一次欺, 兩次騙 行騙的方程式 事項半個月又再賭武了 他假裝在隔壁上聽著 行了, 我找到他 你們不要上來了 他就跟我說 幸好我打給你 否則我就上門來找你 我說什麼事 喂 貓貓貓小姐 現在你欠了一條數 很久了 我收到別人委託公司 你立即告訴我 你什麼時候還 那個數的金額 就是10,775元 他已經是 好像別人的黑社會大陸一樣 一路粗 加上那些粗口 所以我就更加令我 驚嘗 基本上令你覺得自己欠了 我有掙扎的跟那個騙徒說 我上一次的經歷是這樣的 他說因為上一次那個他沒有註冊 我這次這個有註冊編號的 有公司的名字 你可以翻查資料 但是你真的要搞瘋子 偏徒又再寄他自己公司的收據給Coco 才有公司的水印做到此無之讓 再有Coco的私人資料嚇他一驚 最後又重屍顧忌 說有一條尾數還沒差 這次是一萬三千四百元 醒了, 不是還給他吧 他說我手上的現金 我都給你了, 我暫時沒有了 他就說不如這樣吧 就齊頭一萬元, 你欠我吧 尾數三千四, 你先給他吧 弄完這個三千四, 剩下一萬元 我就覺得事由QK 我就去報王處理 當時的騙徒 用了幾個不同的電話 來打給Coco 我們現在就逐個逐個電話打過去 看看他們會不會聽 暫時未能接通, 請遲點再打過去 你所打的電話號碼未有登記 上面還有寫, 疑似垃圾來的 被人騙完一次, 再一次, 究竟為什麼 原來是跟彈琴有關 Coco在鋼琴上取得演奏級的成績 鋼琴盛奏他, 同樣類人不淺 Coco自小沉醉鋼琴 中學時期開始出國進修 參加國際比賽, 各樣都花費不菲 當年他只是靠兼職教琴 淺從何來呢? 結果, 走錯一步了 比賽、考試、 甚至交流團 我想最高的紀錄都起碼二、三十萬 即是累積這麼多年來 當時我是剛巧十六至十八歲 因為不想家人的擔心 有時候家人見到你這麼貴 一定是不想你參加的 但是你為了要達到自己的目標 是不惜一切去做 財務公司只是一些廣告 它就會說到 可以將你的薪金的三至四倍 都可以借給你 於是我就大概向了五至六間公司去借 是一些大牌子的公司 大牌子的公司借完 到我還不到的時候 就向二牌子的公司借了 那二牌子的公司借 就去還回大的公司 最後去到無力償還的時候 然後我就聽了家人的意見 就去申請破產 在2018年的時候完成了破產令 那之前的欠款你已經一筆勾銷了 但是他最近收到行騙電話 跟他當年追溯電話模式幾乎一樣 是不是有人追討舊債 當時你真的有欠錢 你就會收到這個電話 其實這些東西 在我心裡都是記住了 到最近收到這個騙徒的電話 其實都是一模一樣 我還是以為是我有欠 我就沒有考慮過這件事 就即時付錢 因為這些人都沒有那麼多東西 切身處地 可能會明白Coco 為什麼不反抗就交錢給騙徒 因為騙徒點中他的死穴 就是他家 他說要上門 我家… 我弟弟也是特殊智障人士 媽媽也是老人家 所以就擔心安全 很蒙古 拿了我女兒的資料來做這件事 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沒試過這樣去導發 騙徒是什麼人? 我想知道 既然魚已經上釣 騙徒沒理由不拿乾一分一毫 就在付錢後的一個星期左右 有一個送外賣的人突然間上我家 他來的時候 他是扮外賣員上來的 他就按鐘、拍門 就看看 查看你那個人是不是在這裡 我肯定沒有叫外賣 甚至沒有速遞上來的 Coco隨即報警 我打開門 打開門,對… 打開門吧 警員來到 查看家裡沒事發生 任何事情都正常 只是有個長者在家裡 他看到沒什麼 我本人又不在香港 所以他就當作沒事發生 誰知隔了不夠幾分鐘 一個戴著口罩的男子 在他門口走過,臨紅油 臨紅油後,警員就打電話給他 他臨紅了,他說真的 然後警員上來 他就說了一聲 覺得其實他不應該離開 他離開了,那個人就有機可乘 所以我在外面這裡 其實也放多個攝影機去保護 這件事完結後 過幾天也有一個陌生人上來的 在我門口上展示過,還有在我門外拍照 那兩次的騙徒 再加上後來有些不明的人士騷擾 你覺得有沒有關聯呢 我可能覺得他有關聯 或者可能沒有關聯 我全部都不清楚 臨紅油前後 都沒有留下任何恐嚇通知 究竟是不是上兩次騙案的延續 還是誤眾扶居呢 我們就聯絡財務公司的負責人 希望找出線索 有沒有所謂臨紅油的手段 通常就是客戶電話不聽 或者可能不認 叫他上門跟他談判 他也不找,開始大疲 臨紅油的動作 見到銀碼 可能你的銀碼大 而你又不找 他可能會做一些比較純粹的手段 以為臨紅油只此一此 怎料訪問後一星期又再發生 凌晨1時多發生 那時候他看到有攝影機 所以他以為裡面的攝影機是壞的 他就用一張紙遮住鏡頭 然後就從這裡 正在這幅大的範圍 就淋下去 所以我自此 又再加一個攝影機 在上面 到現在影響了我們家人 可能隔幾個小時就要窄醒 然後又要再開電話 看閉路電視 一而再被臨紅油很明顯 可以排除點錯相的可能 那Coco又有沒有說謊呢 我覺得這次臨紅油的事件 是因為我的資料 盜竊了 賣了出去 而他們亦都用我資料 去做一些犯法的行為 如果真的是我自己的話 他會預先信件 訊息會通知我 但我事前沒有收過這些訊息 我現在沒有必要 我都不會外出 如果我要外出 都是因為有重要的事 我才會出來工作 為了避開騙徒 Coco不僅日常生活受到影響 連份工都沒有 我為了這件事 我已經辭職了 我本身是在學校 做一個老師的角色 追溯的人就會過來找我 或者找不到我的 就找我身邊的人 所以我決定辭職去保障他們 沒有借過錢,何來還錢 Coco向財務公司借貸 都是幾年前的事 為何到現在才接到騙徒的電話 和被淋紅油呢 我們再向財務公司查詢 原來其中一個追債手法 是隨機抽樣 傻瓜可能就是… 其餘客已經清除了所有債項 亦都有清數和原數 但可能債務公司或一間收席公司 就會用另一個方法 可能再打一次給客人 你還未找到 再希望可以收到他一次 都會有一些債務公司做 盜用資料這一方面 其實在學校一直都存在 好像一個客人在一間債務公司借錢 其實他可能一樓樓 或者可能第二天 已經有另一間徒公司會聊 說是借不借錢 至於會否導用他的資料 再去做其他借貸 我想這些刑事被責任 一對我才可能 大學集團會有做這些 何必偏偏選中我 Coco真的這麼不幸被選中 他自己也很想知道答案 我覺得我自己的財政比較混亂 所以令到這次上了檔 如果收到一些片套的電話 甚至說我欠了別人很久的錢 我也不會再相信